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要再讨论了 然后后面的话节目组找到我 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现场 我受主持的我的天哪 烟家路展 我的敌人 我媳妇的偶像 突雷老师 就这样就来到现场了 你媳妇来了吗 我媳妇刚送完小孩 在家里面流过来 她说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存在的 我们有很多这个评论上面 好多男的是恨死了我的 她说你平时的那些言论 为什么我们媳妇都拿小手册给记着 每天以此来衡量 但是呢说句实在话 说恨是假的 但是给你带来了一些烦恼是真的 我在最开始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认为一个老爷们喜欢玩这个 多多少少有些占用时间吧 但是后来又一想 一个男人有自己的热爱 而且这种热爱是不花钱的东西 是靠自己的手去做的东西 用的是最普遍的一次性筷子 这男人得多有童心呢 这样的男人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女人是喜欢的 只是对你要求高了一点点 不要再恨我 你的敌人不是我 是你自己 你要超越自己 好 来来来来 感谢同意了 今天我媳妇看到你 她就不会骂 那我们就跟你媳妇笑一个 媳妇我在进入现场 不要笑我了以后 好 谢谢 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她做的这些作品了 来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做这个作品的话 其实它是有故事的 因为我们来自于梁山 高中毕业的时候的话 和同学们的感情是特别深的 我就想一下 怎么纪念住我们这个友谊 那么当时的话 我就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作品 就是我的这个亭子 那么第一次的话 我是用牙签做的 做好以后 我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哥们 这个作品在送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给了我两个启发 第一个启发呢 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回头力特别的高 但是我就这样走着嘛 然后别人就这样 你看那个小子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一路上的话 阿醒就 就这样 我觉得特别有面子 你很得意洋洋 我从来没有得到别人 这样的表扬 我觉得好像自己的话 得到别人的肯定了 心里面非常的开心 第二的话就是 我的朋友特别的高兴 我们就发了一个什么QQ 然后呢就宣传出去了 就有很多亲戚朋友 都来要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从08年到现在 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月余时间的话 都在送礼品 现在的话已经十年了 然后我还欠很多人礼品 然后这些作品的话 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这个的话就要好好介绍一下了 因为我的家乡来自于梁山 我相信我说岳西县 在座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这岳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还真不知道 去过没去过 我是四川人 四川人好好的老师 这个作品的话是我们老家的一个 叫做拜仙桥 因为我妈说你在外面工作的话 你要时时刻刻想在家乡 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好 我不能经常回到家里面 所以我妈说 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乡的桥吧 放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想家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这个桥 所以我就把这个桥做出来了 后面的话做出来以后的话 我觉得好 因为我的家乡 除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以外 没有让别人寄出的东西 那我做了这样一个 这个拜仙桥以后 可能以后 别人买了这个东西 或收藏以后 他会发现 因为这个桥 而寄出我的家乡 我觉得 我可以为家乡 做一点微薄的力量 也可以帮家乡 做一点宣传 就是这个意思 还真是什么呀 这个作品是贵州茅台找到我的 因为当时的话 茅台的话 他们想结合茅台来宣传一下 它的一个地方文化 然后他就找到我 让我来做了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揭开的 以后的话 它的茅台酒的话 它可以放在这里面的 别人喝的瓶子的话 我相信这个包装盒 它不会扔掉 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制念的一个东西 这卖多少钱应该给茅台 这个的话三千块钱 做多久啊 这个我做了15天 你情人节送你老婆的是什么 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的话 因为我送了这个作品 送了很多给朋友 他特别希望 我能送一个这样的东西给他 但是后面我们结婚以后 我说媳妇 你看吧 别人都送这个 现在每年情人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全十美 你想要哪个 我就送哪个 这样的话 我媳妇一下就无话可说 你媳妇把你交得挺好 看到没有 我们四川的帕尔多 就是这么可爱 你怎么想到用一次性筷子 我当时也没有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很好用 也特别的简单 这拿什么胶粘的 这个是用502和热绵胶 粘在一起的 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啊 最大的奇妙之处就在于 它没有损毛结构 它也没有什么钉子之类的 但它不散夹 它一点都不散 就有些地方粘在一起 是粘很小的那个面子 对对对 但它就怎么这么结实呢 因为它是和你的连接方法 你的材料有关 因为我这个作品 它最小的一个零部件的话 可能是两毫米左右吧 你这要设计好了在粘的吗 还是凭脑袋粘 凭空想象 我这个也是凭空想象 这个的话是Canel 它的那个IFR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你这个结构完全是仿真的吗 这个加入了我个人的元素 对啊没有这个 这个玩意儿没有的呀 我记得IFR贴它 没有这个 对对对 因为所有的创作的话 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还原它的那个东西 它是加入我的灵魂和我的灵感的 一个一个东西